而说到元宵节即将到来 台中大智国小就举办猜灯迷 而且准备了有中文台语 还有英文等三种语言 12道的谜题给学生们来脑力激荡 猜对就可以获得提灯还有甜品 香草冰淇淋加上砂糖再火烤 就变成了焦糖冰淇淋 让孩子们直呼是好过瘾 一二三 举手强达灯迷猜猜猜 地点就在大智国小 元宵节即将到来 校方就举办了三种语言 共12道谜题 让大家一起脑力激荡猜起来 元宵节是我们过年的最后一个节日 也是人们祈求丰缩的节日 我们希望大智国小的孩子 能够在学校也能了解到 我们中国文化一些节庆的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有办了猜灯明游戏 希望孩子们能够动动脑 去猜猜灯明是什么 然后我们得了奖品是 手做焦糖冰淇淋 让孩子能够感教育中能体会这个 节庆带来的幸福感跟快乐 大度 答对了 生怀六甲猜台中一个地名 答案是大度 你猜对了吗 猜对的小朋友就可以获得创意冰淇淋 还有时下最夯 里长准备的马卡龙小提灯 几瓣这个猜灯明 觉得是很好 我就拿了一些灯笼 给小朋友心里给他欢喜一下 有闻到香味了吗 香草冰淇淋加上砂糖 再利用打火机火烤一下 就变成日本最火红的焦糖冰淇淋 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非常甜又好像好吃 小朋友吃得津津有味 直呼猜灯明活动既好玩又过瘾 很棒 还可以跟大家互动 很有创意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 有机会可以去玩这个活动 以前只有体验过卡布雷 没有体验过冰淇淋 所以觉得很神奇 元宵节猜灯明 不但活络失神情感 快问快答 动动头脑 奖励品也成了最另类 最受欢迎的元宵甜品 敬人销 开车离 大自国小好好玩 赞 大自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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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 谢谢大家